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爱 给到自己爱的人 不是 他等于这边下来 有下去的后 然后突然画面如果固定 然后我的脚一出话 这个时候进来 十年前这个案子一直压在在心里面 包括对警察事业的执主 对待社会的一些看法 对待包括情感上的两个人的一些偏差 如果真的嗨了 人家给你把酒杯抢了 你会什么样的 干嘛 对呀 干嘛呢 对吗 我觉得你一下子 就我看着你清醒 干嘛呀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人有点跟时代有些哥哥不如 但是在他的身上 我觉得他承载了这个故事和我们的时代 我们的很多人 这十年了一些经历 有病了 本身我哥哥就是警察 我又去找了很多警察 接触了很多警察 真正的刑警身上可能所谓的更接地强 要让别人看着觉得他更不像刑警 他就是和老百姓 他可能更融入环境 更融入这个社会 这样他才能隐藏好自己的身份 最好的去暗暗 去照顾 7月28号下午3点到4点之间 你才做什么 是不是你干的 陈维冯能感受得到 徐峰身上的一些东西 寄付了这种暴敏 流氓气息 给了家庭 他们有情况给了他 在生活和精神上的一种莫大的压力 他走出这一半 有一些不实在性的 这个寒流氓气息 在那个年九十年代那种背景下 那种背景上我很喜欢 然后他这个钢铁工人吧 然后我觉得整个很接地气 徐峰他很耿直的一个人 很硬的一个人我觉得 就是有一种不愤怂 但是他的硬就带着那种 善良的那种柔软 王栋在突破机器里 很清楚 很透王栋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对学会什么样的感情 他全看在眼里 所以说才导致了 会对王栋的一些举动 或者是这种 又看不起他 又把学会转手 我觉得这种可能对这个王栋 一种藐视的一种方式 王栋在他的那样的一个人生 在他那样一个价值观 人生观 决定了他会做这样的事情 首先一时那场戏 在戏中很重要 我第一次见面 刚开始有点磨合 但后来尤其拍摄跳舞 那天晚上反正我俩 我觉得我俩就拍得很开心 对不起 整个是一点点一摇着 就跟那个擀面似的 一样特别细 均匀的有一条出来 我觉得很舒服 那场戏其实我俩跳到最后都笑了 但其实我遇想的那场是 很严肃的跳 但是可能那样也出来 另外一种效果 我觉得这个戏在一块是化学反应 就像你什么跟什么对在一起 遇到空气 它就会爆炸 什么跟什么遇到 一起遇到空气 它就会结冰 告诉我他们怎么做才算是善良 那我徐峰我觉得就是 十七八岁血气方刚那会儿 小男孩小伙子 然后包括他爹 还是个继父 天哪打他 你想继父 你凭什么打我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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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 我很害怕 马虚东的 他这个人很可怕 说他有一些变态 又有一些变态 说他不变态呢 又有一些变态 他自己能自言自语 自己能够自嗨 嗯 可以啊 他家暴 他的内心是一个很复杂 我觉得那场戏的张力很大 张力过后他有一个走内心的一个灵魂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一场戏 就两个人对峙的时候 他反而显得力量更大 有良心吗 黄金老师在现场没有别的废话 你就能感到很认真的给你对戏 我说两个都那么衰的话 那那戏就不错了 那天去到现场一看薛慧已经面无血色了 那天去到现场一看薛慧已经面无血色了 我想如果两个都那么衰的话 那天去到现场一看薛慧已经面无血色了 就根本呆不成了 等待着咱们休息一会儿来过去啊 我只能硬着头皮就做个榜样子 那一个瞬间 绝对我一下 把我给搂下去了 然后就好了 因为其实真的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可怕 他过一次就不怕了吧 哈哈 他挺期待的是吗 他是有点精神追求的那个人 但是又表现出一种很多无所谓的感觉 薛慧还是韩性比较大的人 非常活泼 非常外放的人 就是他是绽放的 这两个人一共有个特质 就蜂毛 快乐就是快乐 高兴就有高兴 那是年轻 一个是自毁 他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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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来 那我今天给你记得了一句 是吧 他是还是有真挚的感情在 梦游应的 十年之后 可能就是说过伤 他会有一些收入 就是 现在是你生活 发生的最大 最烈期 你要不要保护 你的家庭 要的 但是 是嗎?你怎麼好呢?你無人為力啊 過來找你,聊聊她 這個時候一直回憶 夫妻之間你也管不了她 她也管不了你 語言音這個角色 她是全劇唯一一個 就是從頭乾淨到尾很單純很乾淨的一個角色 你不要看機器 我就往這看 哎,對,對 她如果在這,我就往這看 哎,對,對 哎,又太抽了 哎呀 這個部分在這邊,對吧 這樣的話你就能把她的臉給露出來 哎,我看一下,我畫她的 所以我露那個 哎,對,正好,正好 我看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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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臉都紅了 這幾個男性角色其實大家都很貼切 學會你的信任來演 要跟 這幾個人打 每一個人對愛的需求又是不一樣的 愛的標準也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產生的矛盾的地方 也挺有意思的,這也是話學反應 自然而然感情的流露 我覺得在那一個時刻 它就會有一個合適的爆發 其實我什麼都沒做 做得好的其實是劇本 我只是就像 盛水行舟一樣 水在往前推 我只是一個沒有講的舟 告訴你,馬斯諾 為什麼會愛上你和劉多夫 因為他有權有權 我和你該死 十年之後受盡折磨 所謂的他可能會看破一點 他覺得王東還在那個圈圈裡爬 他覺得他看破了這些東西 他可能覺得王東是可笑的 他也覺得王東是可悲的 他看王東同時 徐鳳這個人 那時候看自己也是可笑跟可悲的 最累的一下 就聽那場戲 那場戲我之前拍完 我累到不行 小腿整個就是完全滿 就是完全沒知覺要酥掉那種感覺 因為那場戲是完全的爆發的 我得把所有的勁全使上 就嗨到頂點 結果那天是從早上7點到晚上 7萬多 我那天真的我累慘 我沒想到那場戲那麼累 選擇了這個季節在 我們中國最熱的 重慶四大火爐之一 最熱 就好像是四十幾度的這個溫度 就像白酒一樣 在你體內也是燃燒 在你體外也是燃燒 包括他臉上的這個汗珠 和演員喘的這個氣息 已經很代表著人們在這個社會當中很造的這種效果很好啊 我想這個片子想給大家更多探討的是人性 和內心當中的更多的對生活 對情感 對道德標準的用力感 打破你以往的經驗 打破你以往的規矩 去再創造出來一些 讓人接受讓人感動 讓人賞心悅目的東西 我覺得這就是藝術 我覺得這時候要尊重現場的感受 現場沒有什麼感受 你不要它 如果說我們在一個鏡頭裡面發現 哎 完成度並不高 我們力頭換方案固定 全部是固定 這是一種科技 真的 就是我說 拍不好就拍 他每次監視器前面 我現在都知道哪一條有可能是過的 就是他一旦覺得 感覺不錯 永遠是這樣 完美 過了啊 我覺得 我很喜歡導演坐在監視器前面的那種單純 純粹 我覺得這一點其實真的挺打動的 那我就 那我前面我吹著口罩 這個可以嗎 我就 我剛剛不是走的時候 我一直在吹 剛剛那個吹是你吹的 對 吹得真好 我說的 還有點破音 快殺青了 就是不停地我會到他身邊去轉悠 他會到我身邊來轉悠 兩個人也不說話 然後就是不停地在轉悠 就是也會有不實 因為 碰到這種 可以狼狈為艱一秋之惡 確實也 這個緣分也是挺寶貴的 所以說 我挺珍惜在一起合作的每一天 我也很欣賞他的這種純粹 這輩子我們通過一個我們共同喜歡的一個事業 聚到了一起 就像那句話說的一樣 就世間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重 我們所有的服劃到美術這個各個部門 大家都很開心 在一個很開心的小花園裡 一起種花的這樣的一種工作 就是說我們這個劇組也是一個家長 家長李肖峰導演給我們大家帶來一種很開心 很快樂的這樣一個動作模式 攝影 燈光 錄音 服裝 化妝 以及場物 真的每一個為這個戲付出的人 真的 都謝謝謝謝謝謝 他們倆殺兵了啊今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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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